网子一撈里头全是活跳跳的五仔鱼 因为肉多鲜美 油脂丰富 鱼刺少 很受外销市场欢迎 不过主要的外销国中国 因为注册登记问题 暂停五仔鱼输入 鱼民很忧心 在屏东加东乡养五仔鱼二三十年 遇到这样的状况 鱼民很无奈 但也有鱼民有先见之明 不愿处处受中国钳制 分散养鱼风险 不担养五仔鱼 也不一定说这些都是鱼 因为我都完全要靠大力 有一个危险器 所以我们没有做一个都放鱼 要分散 来到五仔鱼的包装厂 一尾一尾分大小包装 准备送往鱼市场 这里一天可出八千斤的五仔鱼 价格好的时候 已经来到一百二十一百三十元 但一旦外销受阻 市场量大 价格恐怕直直落 业者说除非政府扩大内需 不要超多 你如果没有太多都OK 你如果太多一定会相对的 市场你诉求没有这么多 你每天出的这么多 价格就一定会败的 屏东因为气候温暖 适合养五仔鱼 养殖面积约四百公顷 年产量一万两千公顿 内销占三成 外销占近七成 主要以兵先方式销往中国及香港 如今出口被限制 如何提升内销的需求 政府得想对策 这些新闻中晚林阳事务赖锦佳采访报道